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玩3C 那這個是神魔三國志的攻略第53集了 那前面52集的話都有介紹一些 像第52集我有講那個最新的禮包馬 然後前面都有分析就是一些 像最強的武將排行啊 S級啊S級 然後還有就是禮包馬 限時禮包馬都有分享在這邊 再來是神魔三國志的專區 有52集那今天是第53集 那大家記得就是有空的話 在頻道可以看到這邊有專區可以看 那今天要做主題呢是 無課玩家把這個武將升到12星 升到完全攻略 升到12星完全攻略 那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 所以觀看神魔三國志的轉蛋冒險攻略 還有最新的限時禮包馬 那首先呢你假如要升到12星 你必須要有一隻11星的武將 像我的關羽是11星嘛 11星的話我就按這個升星這邊呢 他可以需要一隻就是6星的關羽 再來一隻10星的武將 再來就是要有這個關內猴印 那關內猴印要怎麼拿呢 你可以去這個漢中之戰這邊 你假如是無課玩家你只能從這邊取得 你假如是花錢的話你可以從其他地方 但無課玩家你從漢中這邊的漢中商城 漢中之戰這邊漢中商城你可以買關內猴印這邊 就可以獲得這樣 就是打漢中之戰的時候可以獲得這個道具 再去換關內猴印 好那所以我就來把關羽升成12星了 拿10星的話 因為現在10星只有兩隻嘛 所以我就把周宇拿來養 周宇就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要升上12星我一定需要一隻10星 沒辦法 好吧那我就一隻關羽6星的 再加一隻10星的周宇 再加這個關內猴印 我們就把他升上去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那這些就是周宇他退回來的 就是像經驗值啊 7000多萬經驗值 銅錢9000多萬 那就退回來 那我們接下來 你看我現在的錢有1.5億啊 經驗值有1億有沒有 很驚人的術師 因為那是周宇退回來的 周宇退回來 所以現在錢1.5億 記錄一下這瞬間 序哥有1.5億的銅錢 還有1億的那個經驗值 那我就把他升上去 升上去等下就會把他花得很兇 所以就一下就會花得差不多 像你看我經驗值瞬間就少了 好幾千萬 然後銅錢也少了五千萬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 所以這個 現在就已經把這個 關羽升到這個 現在是12星了 所以現在看到310等的12星關羽 武克玩家的序哥 把這武將衝到 就是310等 然後12星 位屬無神魔 好像沒有衛國的武將 好 那最近有就是多這個 武將的那個形象可以切換 像黃月鷹這個造型就比較好看 就是新的形象 那有些可以解鎖 像貂蟬你也可以把他解鎖一下 可以換一下新的形象 妹子我就想要換一下 其他的我就還好 好那我就 我把黃月鷹的還有貂蟬的解鎖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看一下 組 這樣組隊就要重新再換過了 我就要想我要怎麼組了 放這個好了 先放甘寧來用一下 所以現在的話 我可能要再養一隻武將起來 補一下周瑜的缺 補一下周瑜的缺 先把甘寧養起來吧 那我就先把甘寧養起來了 最主要是 要補一個人的缺 沒有說一定要養誰 就是先養一個人 補這個洞 因為巫國的武將勢必要養的 因為巫國武將就是 是一個蠻優秀的肥料 就是你把它當成優秀的肥料 然後 還在升上去 那就把它繼續升星了 還要三個 好吧 就先用這三隻好了 先把他升到185等 這個換成四星了 所以現在 總戰力反而下滑了 因為 少了十星的周瑜 不過沒關係 可以用一些武將來把它替換起來 準備養個月衣好了 準備養個月衣好了 完啦 接下來就是來抽一下武將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可以用的 先來抽個武將好了 等一下再來看 怎樣把戰力做個調整 所以 你有時候升星的話 你的戰力不見得會上升 有時候會下降 因為你的武將被吃掉了 像巨哥的情況就是這樣 少了幾隻可以用的 少了幾隻可以用的 少了十星的周瑜 戰力有點下滑 沒關係 等一下就是靠其他的 武將把它補回來 好 再來繼續抽 再來繼續抽 現在就是要抽一些武將來 來 增加我的 那個 肥料數量 哇 怎麼都槓龜 我需要一點肥料啊 喔 一個成群 群域 好 繼續抽吧 喔 這次中兩個五星啊 馬良一個黃月鷹 一個黃月鷹 一個關羽啊 張角黃蓋 回數 喔 神針機一個 不錯不錯 魔華熊 魔華熊 好啦現在抽的應該感覺蠻足夠的 應該可以來強化一下 可以養幾隻起來了 神魔陣營 魔華熊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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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用個魔力爐好了 呃 這個 魚極 神陣營欸 有沒有缺魚極啊 缺魚極欸 馬糧 馬糧 養個馬糧好了 這也是肥料嘛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月鷹升上來了 先吃一個六星的月鷹 再吃三隻 一二三 好 好那就把月鷹培養上來 八星的月鷹 現在是總戰力來到一百五十二萬兩千四百八十三 跟剛才一起差不多 因為我 九星喔 九星 我要把董卓也吃一吃啊 好像可以把董卓也吃起來了 因為我好像可以養出這個 看一下 小星 我只要把董卓也吃掉的話 我的 趙雲可以升上 十一星欸 小星 但是我的隊伍的戰力會瞬間少很多 黃 橫槍六爬 捨我雞翠 好吧 先不要吃好了 先不要吃好了 先養一下 免得先養 因為我現在隊伍戰力不夠 我先養一下 等下再吃 先讓他維持在152萬 鈴鐺相處 祭犬不留 讓董卓多活一下 讓他活久一點 看一下 寶物 讓董卓活久一點 讓個寶物好了 好 現在是150萬6994 神將試煉一下 好 我覺得那個佈陣要換一下 嗯 好吧 就先這樣吧 所以今天就先把 關羽升到12星 那之後可能會再把 慢慢把神造遠升到12星 順便來抽一下這個 補充一下資源 那邊啊 盛氣 潛化一下好了 那這個過關斬將也去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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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至少打個三場 以上 反正現在這個都可以跳過 有沒有有沒有 最近這個決鬥有沒有 他也改成可以跳過 這個310級的關尤兒 不知道他的威力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威力怎麼樣 喔 很痛耶 他剛才幾乎 直接就秒了上面那一隻 喔 310級的關羽真的蠻猛的 果然就是 等級要夠高啊 我們遊戲都一樣 等級要練起來才是王道 隨便丟一個武將好了 好 這樣也可以解了 關羽MVP 最佳輸出 把那今天 旭哥玩3C神魔三國之攻略 就錄到這邊